在某国郊外的一个动物园里,有一只失去了爸爸妈妈的小狮子,小狮子孤苦伶仃,整天浑身发抖哆哆嗦嗦,大家叫他哆哆。 动物园给小狮子找了个狗妈妈,狗妈妈胖乎乎圆蹲蹲,大家叫他胖蹲。 狗妈妈唱摇篮曲给多多听。 小多多,乖宝宝,宝宝快睡觉,好好睡觉,睡好觉,宝宝要喝奶,好好喝奶,喝好奶,小多多,乖宝宝,宝宝睡觉了。 狗妈妈为培养小多多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爱。 在狗妈妈的精心抚养下,小多多变得很温顺,她一天天长大,长得比狗妈妈还大了。 小多多,小多多长成了一头大雄狮,可狗妈妈却一天天的老了,但是身体还很结实。 有一天,多多多被送到城里的动物园,多多和狗妈妈分别了。 好几年过去了。 狮子多多现在是马戏团里走红的大明星了。 可是,到了晚上,多多多就会想念狗妈妈,想起那首温情的摇篮曲。 和每天一天一样,这个晚上,多多多又在笼子里睡着了。 这时,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那首熟悉的摇篮曲。 是妈妈妈,多多多使出浑身的力量,撞坏了笼子冲了出去。 快跑,多多多就像发光的剑,快跑,多多的猎毛迎风飘动,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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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城里人惊呆了,从墙里窜出一头狮子。 城里一片混乱,端着未复枪的警察,在追赶狮子。 在小城边,白雪覆盖的小山坡上,多多找到了狗妈妈。 狗妈妈已经老太隆重,看上去掩掩一掩一息。 妈妈,这次我们再也不分开了,永远生活在一起吧。 就在这时,警察下令,开枪,不可以开枪的,可是,多多是一只温和善良,有情有意的狮子,可是。 多多,把狗妈妈紧紧地抱在怀里,倒下了。 小山坡的雪面上,留着多多的脚印。 奇怪的是,脚印在小山坡的中央,突然不见了。 有好多人说,当天晚上,他们看见一头狮子,背上躲着一只老狗,飞走了。 。